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23号星期三 亚太时间是3月24号星期四 即在英国 以色列 加拿大 美国和日本国会演讲后 泽伦斯基23号在法国的国会做了13分钟视频演讲 他借用一战凡尔登战役来形容沃克兰的惨烈现况 并且呼吁法国展现领导力 捍卫欧洲的自由平等博爱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3号指控 俄罗斯攻击沃克兰之际 中共支持了俄国的政治 散播满天大谎 他认为北约领袖将呼吁北京谴责俄罗斯 美英两国22号达成了贸易协定 美国将放宽英国的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 同时英国也将取消对5亿美元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 双方并承诺共同对抗中共 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23号与律师斯特拉·莫里斯 在伦敦高度戒备的监狱里结婚了 英国时装设计师维文安·维特斯伍德 设计了莫里斯的婚纱和阿桑奇的苏格兰男士短裙 恒大集团22号首次对外披露 恒大物业有大约134亿人民币的存款 已经被银行强制接管 恒大高层表示7月底前将公布重组方案 恳请债权人不要采取激进行动 21号恒大系三家公司 中国恒大、恒大物业和恒大汽车 在港股开市前同步宣告暂停交易 目前仍未复牌 恒大没有说明停牌原因 截止到美东时间3月23日下午1点 包括中共等几个不透明国家的通报数字 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是187万7161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4亿7406万9290人 单日死亡是16673人 累计死亡总数是612万1806人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 在找到了一个黑匣子之后 中共已经向美国运输安全专家 发出了邀请参与坠机调查 那么真相会来吗 我不看好是有原因的 俄罗斯再次发出核攻击威胁 北约做出了严厉回应 英国也向沃克兰援助了星光导弹 专刻俄罗斯的先进战机 但是对乌俄战争 北京却与战争故意保持着一段距离 其实习近平可以一举夺德 为自己加分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 搜救人员在东航坠机事故现场 东南方向大约30米处 表层泥土当中找到了第一个黑匣子 初步判定是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目前已经连夜送往北京 请民航专业机构进行一码 据路透社今天下午报道 美国交通部长布地吉格今天表示 中方已经邀请了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参与坠机调查 对受邀到中国实地工作 布地吉格感到鼓舞 国际民航组织认证安全专家 资深空难调查员丹尼尔·阿杰库姆 对官媒《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驾驶舱语音记录仪 能告诉我们机组的精神状态 面对具体情况时 第一反应是什么 又是如何应对 是否有充分交流 是否按流程执行了检查单 也可以告诉我们 驾驶舱是否有其他意外情况发生 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黑匣子 应该可以大部分得知坠机前 驾驶舱内是否发生了什么意外 如果当局如实公布黑匣子的数据 那么人们也就得知坠机的真相了 但是当局会公布真实情况吗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 民航事故调查中心主任毛延峰表示 飞机失事前航路上天气试航 没有危险天气 根据机组与空管单位地勤通话记录 从昆明起飞一直到突然下降高度前 都保持着正常通信联系 东航云南公司董事长孙世英在会上表示 航班三外飞行员飞行执照和健康症 都在有效期内 健康状况良好 飞行精力完备 机长2018年1月聘为B737型机长 飞行总经历时间长6709小时 第一副驾驶飞行总经历时间是 31769小时 第二副驾驶飞行总经历时间是 556小时 目前了解到三位飞行员平时表现也都很好 家庭情况都比较和睦 大家注意 从毛延峰和孙世英的说法 我们得知了如下情况 飞机飞行时候的天气是正常的 没有任何危险 也就是说 这已经排除了天气造成坠机的可能 坠机前飞机与塔台保持着正常联系 三位飞行员都有飞行执照 飞行经验都很丰富 而且三位飞行员身体都健康 都有健康症 家庭而且都比较和睦 这似乎是在暗示 问题不是出在飞行员身上 也就是说 这里似乎是在暗示 不是飞行员自杀行为 那么照此来分析 似乎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飞机被突然劫持 三位飞行员瞬间都被控制了 但是三位飞行员同时被控制 这个难度应该比较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说明劫机者可能不是一个人 另一种是飞机自身 突然大面积故障 无法回应塔台 同时急速下降并坠毁 但是如果飞机自身故障 飞机坠落 不太可能是头朝下几乎垂直坠落 更大可能应该像是螺旋一样的旋转坠落 大家觉得哪种可能性更高呢 或者说当局会公布什么答案呢 会不会把责任都推到波音飞机上呢 我希望我的这些说法是乱讲 我希望能有真正的真相 但我还是那句话 我对当局公布真相这一点是怀疑态度 不是美国专家来参与中方的实地调查 就一定会有真相 大家知道吧 世卫组织专家 几十人都去过中国实地调查病毒起源 但最终又如何呢 关键是让不让美国的专家看 让不让美国的专家揭露真相 或者说美国的专家会不会被中共收买等等 这些外界都无法得知 所以我说希望有真相 但是不乐观 今天已经是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的第28天了 CNN引述乌克兰政府的消息 一支由11辆巴士组成的车队 在前往马里乌布尔营救乌克兰百姓的途中 被俄罗斯军队拦截并征用了 俄罗斯政府表示 11辆巴士和司机 以及随行的那些几名紧急服务人员 已经被带到了一个秘密地点 这个消息是令人惊讶的 因为乌俄双方开战 人道救援是不应该被劫持的 不清楚俄军征用救援车队和救援人员的真实用意是什么 是俄罗斯不允许救援组织前往乌克兰救援呢 还是因为俄军的战备物资紧张呢 不管哪一种原因 突然把救援车队带到秘密地点 都是令人不安的事情 与此同时 俄军对马里乌布尔的轰炸依旧在继续 卫星图像显示 整座城市有多处都发生了火灾 更多的建筑被炸毁了 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 除了城外的大炮在持续轰炸外 俄军布置在黑海的大约21艘舰艇 也在向这座城市发射远程导弹 有一段视频显示 从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一艘舰船上 俄军发射的巡航导弹正在飞向乌克兰 俄罗斯军方在今天表示 俄军昨晚发射导弹 袭击了乌克兰罗夫纳市西北14公里处 奥尔日夫村的一个军火库 不过CNN表示 无法立即证实俄军的这个消息 但是有专家分析表示 俄军在地面上受到的打击太大 这可能是俄罗斯加强空中轰炸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俄军士兵的损失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CNN引述专家警告 俄罗斯有可能使用其他对峙武器 其他对峙武器 不知道专家所指的是不是核武器 昨天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承认 迄今为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 没有任何成绩可言 并没有实现计划和目的 佩斯科夫再次重复了普京 2月曾发出的核威胁 他表示如果俄罗斯的安全受到威胁 使用核武器是可能的 美国物教大楼发言人科比和前中情局局长 潘内达都认为俄罗斯不排除动用核武的言论 是相当危险的 科比表示俄国的威胁言论不是负责任国家的行为 他强调美国每天都在监控着俄国的动向 今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峰会前警告 俄罗斯使用任何化学武器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将彻底改变乌克兰冲突的性质 英国国防部在今天的最新情报表示 入侵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损失惨重的俄军似乎调整了策略 英国广播公司BBC引述 英国国防部的最新战情表示 目前俄军正打算从北部的切尔尼戈夫市 和南部的马里乌布尔向前推进 俄军还试图绕过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市 向西前进到西南部港口城市奥德法 然后形成南北夹击 将东部的乌克兰军队包围 英国国防部指出 为了夺下首都基辅 俄军在乌克兰北部的攻击 目前基本处于静止状态 英国军方推测 俄军可能会在恢复 大规模进攻行动之前 要进行一段时间的重组 从英国军方的情报来看 俄军很可能在酝酿着更猛烈的攻击 而且规模可能更大 为了帮助乌克兰抵御侵略 北约盟国在持续输送着防卫性的武器 特别是对俄罗斯入侵反映强烈的英国 今天又公布了一个可能让俄国空军 犹豫的消息 台湖时报引述英国负责防空的 泰勒尚校表示 英军已经在东欧的一处秘密地点 正在训练乌克兰士兵使用操作星光导弹 这种高速飞行的导弹 将对低空飞行的敌方战机和支撑机进行有效打击 泰勒透露 这种便携式的防空导弹系统发射后 飞行时速超过2000英里 也就是说大约每小时飞行3220公里 这种导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它会在空中一分为三 分离成三个独立弹头 然后在地面人员的激光引导下 摧毁敌人的战机 泰勒表示 分离后的乌合金弹头 可以轻松地攻击飞行器 是当前情势最好的短程防空导弹 任何飞行速度在2.5马赫的目标 都会受到强烈冲击 2.5马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飞行速度呢 2.5马赫也就是说 它是升速的2.5倍 相当于每秒钟飞行850米 也就是说每小时飞行是3060公里 而俄军的米格29和苏27战机 他们的最高时速都不到2.5马赫 也就是说时速都不到3060公里 那么时速3220公里的星光导弹 就是完全可以追上这两种俄国战机的 换句话说 这两种俄军最好的战机 在星光导弹面前也有相当高的危险 不过报道中也表示 星光与美国的毒刺导弹 相比是有所不同的 它需要大量的训练 才能让士兵有效使用 必须在模拟器上成功命中1000次 才有资格发射实弹 希望两三周的强化训练之后 乌克兰的军队就能够数量使用 专家凯蒂·斯特克指出 毒刺非常容易受到反制措施的影响 因为人不可能不眨眼睛 而这就可能失去准心 但是星光导弹是被引导到目标的 所以很难被打败 也就是说一旦被发射者锁定了目标 那么星光导弹就很可能将其摧毁 尽管有北约国家援助这种尖端武器 但是战争对交战双方来说 都有着极大的损失 正所谓伤低一万自损八千 昨天泽伦斯基的高级助手 安德烈·耶马克表示 中国应该发挥更明显的作用 促成战争停火 他在一场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到目前为止 北京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采取的似乎是中立立场 路透社报道 耶马克通过翻译表示 乌克兰是期待着中国 为新安全体系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期待中国成为这个安全体系框架内的保障国之一 他说乌克兰对中国予以最大的尊重 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乌克兰的愿望应该说是很好的 希望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正确发挥影响力 促成战争停火使俄罗斯撤兵 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监理事长王慧耀 他也认为中国应该进行斡旋 给普京一条退路 这正是现在缺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王慧耀看来 现在普京是需要一个下台的台阶 然后才可以借泼下旅 因为乌俄双方打到现在 双方谁都输不起 普京有一点骑虎难下的感觉了 所以需要第三方借助来斡旋 这样俄国停火撤兵 普京的面子才不至于难看 从目前来看 能够影响到普京的政治人物是屈指可数 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北京领导人是明显的一个 其实习近平如果真的能够从中斡旋 促成停火和俄罗斯撤兵的话 对习近平本人来说 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 都是会加分的 在国内 因为这件事就可以压住那些反习势力的挑战 更顺利的实现在二十大上的连任 而在国际社会 世界也会因此对它另眼相看 特别是在国际社会 逐渐的孤立中共的情况下 可能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就是说如果北京这么做 并且达成了目的 那就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关键是北京领导人 他有没有这样的意愿会不会做 实际上北京的表现 让国际社会相当失望 中共总是试图在保持着和战争有一定距离 只呼吁双方和平谈判 却不出面调停或者组织谈判 甚至还替俄罗斯说话 昨天路透社透露 美国和盟友正在进行评估 准备将俄罗斯给踢出G20 因为有G7高层表示 如果俄罗斯留在G20 对G20组织的作用是一种削弱 针对这个消息 中共今天就说话了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俄罗斯是G20的重要成员 任何成员都没有权利 开除其他国家的成员资格 很明显吧 中共是在替俄爹争口袋 由此也可以看出 中共不会真心的帮助乌克兰 不会在乌俄战争当中 去说服莫斯科撤兵 也许会做做样子 但一定是出功不出力的 因为中共认为 进行斡旋是有风险的 纽约时报指出 如果北京进行有力干预 对习近平来说 是充满了政治和经济风险 这是北京不愿意看到的 文章表示 中共一直在国际社会 对俄罗斯入侵的愤怒 与支持自己的一个最强大合作伙伴 这两个选项之间谨慎行事 中共一直是首属两端 把自己置身这场冲突的外交边缘 可是这样做 与中共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完全不相陈 韩国首尔岩石大学 中国问题专家鲁勒汉教授认为 如果习近平真想让这场危机结束 那么中国无准备的反应证明 尽管几十年来 一直在向大国地位崛起 中国在世界政治上 其实是很无能的 最后呢 我想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这是一个身在 乌克兰的中国人的自拍视频 我不想说什么 大家自己看 看看这个真正的 在乌克兰前线的中国人 他是什么样的感受 听听他在说什么 3月23号 早上七点半 这刚才指定哪又扔了一颗 昨儿晚上的应该是个导弹 我看新闻说一共四发导弹 往我们这方向射 这个警报声音明显可以听见 稍微离我这远点 稍微远点 邻居可能还没起床呢 这会儿接着还没上人呢 早上七点半 我先煮一锅鸡蛋 待会儿上前线那边 给僵属门送过去 有点巧克力 我待会儿再买点巧克力 回头聊 等我回来 早上八点 我去超市买鸡蛋 巧克力 回来了 这锅鸡蛋也基本上快煮熟了 外边空气警报还没停 一会儿啊 我知道前线在哪儿 我一会儿去给他们送出去 这样是打仗 打仗啊 得给人家吃点好的 能补充体力的 晚上不用睡觉 跟他们家死磕 老赵他去那个治愿者 他们帮助这些房子被拆的朋友们 我有车 带会儿我去 带会儿我去 带会儿我去去 我去前面 带会儿我去前面看看他们 人家辛苦了 没事别担心我 命大死不了 我有车我能去那边很方便 我会回来了 等我回来再给你们传视频 我是姬贤 3月23号 东西我都准备好了 我现在去 把这些吃的 给将士们送过去 等我回来 先走吧 再见 给你 准备上路 我是吉弦 放心 我回来了 奥德萨安在 那个歌剧院安在 步行街也还在 东西我已经送到守军将士手里了 他们很欣慰 也让我替他们转达 向你们表示感谢 想支持他们的人 我是吉弦 到家了 歇会儿 待会儿 稳定一下情绪 继续上班 生活还得继续 对吧 最后请帮我转达给侵略者 这是奥德萨 这有艺术 有音乐 有芭蕾 这有菜市场 这没有军事设施 为什么你要打这 就因为你想要 想要你就到人家里来抢 是吗 这就是你们的正义 你们的逻辑 你们的特别军事行动 原来强盗这个词 在你们的词典里 叫特别军事行动 是吗 那你们的监狱里 关着的原来都是 特别军事行动的军人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了 这个北京的年轻人 我看他的视频 已经有几次了 这是来自真实的战区的声音 是身在战区的 中国人的声音 所以我最近关注他 是比较多了一些 一位网友也在关注着他 甚至还为他担心 为他流泪 这位朋友在今天给我的邮件中说 一大早他煮了一袋鸡蛋 还有巧克力 装在大袋子里 骑着摩托车到奥特萨前线 送给那些防卫的乌克兰大兵 因为正是这些大兵 让他和所有留在奥特萨的人 在这个炮声未吸的地方 可以继续安全的生活和工作 他无法联系远在大陆的爸妈 因为他的所有账号都被封了 他希望看到这视频的朋友 切勿转告他爸妈 因为他今天到前线去了 他面对着手机镜头 说着说着就流泪了 我一直伴随着他 看着他煮鸡蛋出门 骑车到前线 只看到他回来报平安 我眼角的泪水仍在流 我在阅读网友的来信的时候 看到他说 我一直伴随着他 看着他煮鸡蛋出门 骑车到前线 等等等等 我以为这位网友 就在这个急贤的身边 于是我立刻就回复了邮件 询问他是不是在急贤身边 然后这位朋友 就立刻回应我的询问 表示自己并不认识急贤 网友在邮件中说 只是敞看他的视频 因此关注他 心疼他 人性中的善 不光显示在我们认识的人中 也显示在我们不认识的人中 善绝对不设防 绝对没有界限 随后这位网友又发了一个邮件 再次强调不是急贤的朋友 但是这位网友这么写的 我肯定急贤是一个有正义感 有良知 会分析黑白善恶的人 是一个善良的人 看他在那样一个环境中 仍常怀信心 保持乐观 面上常怠笑容 网友说 不过今天 我看到他叫别人 不要告知他爸妈 他流泪了 他的朋友可以转告他爸妈 关于他的生活 他的工作 他到市场买菜 在咖啡店喝咖啡 在窗口拍炮声隆隆的视频 报我还活着这样的平安 等等等等 但他到前线这样的事 就不要转告了 免得爸妈担心 多乖巧的孩子 多善良的人 我们这些在美国的人 不身处乌克兰炮火连天的人 能不流泪吗 我想问问大家 您看了急贤的这段视频之后 是否流泪了呢 其实如果心中有爱 让我们流泪的事有很多 我们的最后还是回到 关于铁链女的这个话题 大陆前调查记者邓飞 在今天的微博上 晒出了一封信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的内容 是关于拐卖的内容 拐卖这种事情 真的就在身边 信中表示 姥姥家的村子 有一个疯女人 住在一个废弃的院子里 小时候去姥姥家 大人们都告诉 不要靠近疯女人的院子 所以小孩子们 经过那个门口 都离得远远的 好奇又害怕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女人没啥动静了 信中说呢 应该是死了 可能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死了吧 现在我已经大学 毕业七年了 那个破院子都早拆了 我也早就忘记 还有这么个人存在过了 但是徐州封县的事情 让这个人忽然想起了 姥姥村子里的那个疯女人 于是呢 她就去问了她的妈妈 问那个疯女人 是不是被拐卖来的 得到的回答是 是的 信中说 确诊了这件事以后 我就很伤感 一个女人的一生 就这样毁了 如果封县的事情 没有一个结果 这种拐卖的事情 没有严厉的法律惩罚 我真的好失望 且感觉可恨 信中还说 我们邻居家的儿子 到了所谓适婚年龄了 村里严重男女比例失衡 所以他以后 会不会也想着 去买一个老婆呢 想想就可怕 一位化名华许的朋友 写了一首诗 《铁链女》 来表达他心中的愤懑 破屋囚禁二十年 铁链锁静泪已干 好齿落尽南征炕 舌尖割去游问天 苦痛八子谁阿富 恐惧夜日遭淫间 其身牢笼不遮雨 果腹遭糠猪狗闲 耳畔生生皆鄙 眼前暗暗无心欢 求生不得求死难 狗且偷活半疯癫 炼狱多少拐卖女 性奴悲惨 绝人还 有一个神仙 从云中送来的孩子 十二岁立志当圣贤 十三岁单枪匹马 到居庸关考察 十七岁成亲 洞房花竹月 却跟道士打坐了一宿 对着竹子他坐了七天 没得到 反倒得了病 三十六岁 在石头棺材当中 豁然开悟 五十岁见到了自己的前世 看中国五千年历史上 罕见的奇才 王阳明的一生传奇 欢迎大家到 游乐客会员去了解更多 我们的会员网站网址 是http 冒号双斜线 沐阳朔.com 还有一个是 http 冒号双斜线 yulucky.biz 然后以上就是 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给我们点赞 订阅 也希望您在视频下方留言 跟我们进行互动 当然 更希望您 帮我们把这个频道 多多的转发出去 让更多有缘人 更多需要了解真相的人 接触到我们 看到我们 一起来救人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 再会 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